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22课学的有关教育的词语 我们上一课学了有关阅读思考 学了很多和教育有关的词语 大家还记得吗 希望同学们课下呢要多多复习 好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要讲的词 首先第一个乖 乖 我们刚才看那个小男孩是不是不乖 可能他比较不乖 然后呢爸爸很生气 所以说乖呢就是这个他的反义词 指的是我们非常听话 听爸妈的话 或者听父母的话 听家人的话 表现得非常好 看这个意思表现得非常好 我们看文章中有一个乖乖女 待会我们会讲 乖乖女指的就是这个家里的女儿孩子 非常的听话啊 爸妈说什么他都非常的听 嗯 好 然后那个第二个 好第二个刻苦 我们可以想一下之前我们学过的词 写在这儿 之前我们学过这个深刻 大家学过深刻 表示程度很深 啊 程度很深 另外关于苦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味道上的感觉 我们学过吃苦 嗯 吃苦 不怕苦 啊 不怕苦 啊 吃苦不怕苦 好 那么刻苦呢 就是有这个很努力 啊 能吃苦的意思 我们可以这样来搭配 啊 比如说他学习很刻苦 啊 就是文章中这样说的 学习刻苦 这样一个搭配 嗯 我们也可以说训练刻苦 啊 一些运动员他们训练很刻苦 然后干的刻苦 啊 工作 干工作 干的很刻苦 嗯 特别刻苦 也就是非常的刻苦 啊 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刻苦的精神 啊 刻苦的精神 值得我们学习 嗯 然后比如说我们来造句子 他学习很刻苦 啊 经常很晚 才睡觉 是不是有同学 嗯 经常很晚睡觉 啊 因为他学习很刻苦 啊 然后我们可以说 啊 某个同学 啊 李扬 能得冠军 都是刻苦训练的结果 李扬 能得冠军 是刻苦训练的结果 嗯 所以说我们只有努力 刻苦的学习啊 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然后第三个 遵守 我们看一下 遵守啊 指的是我们依靠 规定的这种行为啊 不背叛啊 不违背我们的这个标准 规则 嗯 我们可以说遵守我们的交通法规啊 遵守交通法规啊 看到绿灯我们就走 然后看到红灯要停下来 啊 看到黄灯我们要停下来啊 等一等其他人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遵守时间 啊 遵守时间 我们每天七点上课啊 大家要遵守时间 啊 然后我们可以说遵守纪律 待会我们要学这一个搭配啊 遵守纪律 是经常在一起说的 另外呢 我们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 啊 国家有很多的这个法律 我们一定要遵守 嗯 如果说我们违背这些法规的话 我们就是成了不合法的啊 我们就做了不合法的事情 啊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些不好的结果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第四个 纪律 啊 纪律 嗯 好 纪律指的是我们维护 为了维护啊 集体的利益 然后保证我们正常的工作 啊 所做出的一些法律 规章 条文 啊 我们可以说遵守纪律 刚才讲的这个 啊 遵守纪律 嗯 我们也可以说啊 法律是一种有限制的啊 自由 我们一定要遵守纪律 啊 才能做一个这个合法的公民 嗯 不能什么都想什么做什么啊 这样是不对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五个 征求 啊 征求 我们想一下啊 这样一个场景 当你在购物的时候啊 买东西的时候 不知道选哪一个衣服好 啊 不知道应该选哪一件衣服 如果问一下身边的朋友 请他给你出一个主意 嗯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对 我们就可以说 征求啊 征求意见 征求你的朋友的意见 看法 嗯 征求他的同意 啊 也就是获得某人的这个同意 啊 看法 意见 另外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广泛的 征求 会征求学生 会征求学生 对教学的意见 啊 学校里面 会征求学生 也就是我们大家 对教学的一些意见 嗯 好 然后第六个 念 啊 念 有很多个意思 我们这儿 我们这儿讲的是学习 啊 比如说念书 我们就指的是去读书 啊 念什么专业啊 念什么专业指的就是去学什么样的专业 在文章中一会儿我们会去学到它啊 比如说大家啊 我是念教育专业的啊 大家是念什么专业的啊 这是我们的这个读书的意思 另外念呢 我们可以指代啊 惦念 想念啊 想啊 比如说啊 我很想念我的家人 很想念我的父母 我们就可以念来表示 这个我们之前都学过了 啊 另外呢 我们再说这个 你的想法的时候 啊 在表示想法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说信念 也就是你相信的这个想法 我们称它为信念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念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啊 读啊 也可以指另外一个意思 是读啊 去读 去朗诵 比如说念课文 啊 我们来一起念一下第23课 这个课文 就是读的意思 好 然后第七个基本 基本呢 我们有几个意思 比如说它是根本的 嗯 根本的 然后主要的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 大致上 基本上 啊 是什么样子 啊 这个 我们在这说的就是 啊 大致上 根本上 啊 这两个意思 好 我们可以来造几个句子 嗯 我们可以说 一个基本的事实 嗯 一个基本的事实 也就是一个 比较根本的啊 基本的事实 我们也可以说啊 一个基本条件 啊 基本条件是什么 也就是主要的条件 嗯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啊 大致 大体上 工程啊 一个工程 基本完工 一个工程 基本完工了 说的就是我们大体上 大致上 已经完成了的意思 那么文章中这儿 基本上 跟什么人交朋友 也就是大致上 啊 大体上 然后基本上 都是妈妈说了算 也是 大致上啊 基本上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意思 另外两个意思 主要的啊 根本的 大家可以自己记一下 啊 根本条件 啊 sorry 基本条件 基本事实 嗯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第八个阶段 啊 阶段 啊 我们知道 一个小时 啊 一个小时 是一段时间 啊 那么初级 啊 中级 啊 比如说初级阶段 啊 中级阶段 啊 高级阶段 我们来怎么理解呢 嗯 啊 一个小时指的是一段时间 那么我们有时候会说 啊 你在学习汉语的这个初级阶段 啊 然后你在学习汉语的中级阶段 啊 高级阶段 嗯 对 我们就是在表示这种一段时间内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啊 进步 好 我们通常也会说 历史啊 历史阶段啊 啊 然后 基础阶段啊 最基本的 这个时期 嗯 比如说某个阶段时间很长 啊 大家在学习汉语的时候 初期阶段时间很长 啊 时间很长 我们看文章中 这儿有一个 到了大学阶段 啊 也就是我们大学这四年的时期啊 这一段啊 这一段啊 这一段时期 嗯 我们在看这个体育比赛的时候 往往会有不同的阶段啊 不同的阶段 尤其是到了比赛的最后阶段啊 会会变得非常的紧张啊 会变得非常的紧张 啊 我们也可以说 我们的事业啊 工作正处于上升阶段 啊 我们的工作 事业正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 啊 当我们工作了一段时间啊 获得了一个很好的结果 成果啊 我们可以说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也就是这一个阶段啊 你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成果收获 然后第九个亲爱 啊 我一般说 亲爱的同学啊 亲爱的老师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爸爸妈妈啊 亲爱的孩子 啊 这个就不说了 文章中说的是亲爱的女儿 啊 指的是非常疼爱的 打心里喜爱的这种 第十个违反 啊 违反呢 和我们刚才讲过的这个 遵守啊 是相对的 是一个反义词 是一组反义词 啊 所以说刚才我们讲的遵守 法律法规 我们就可以说违反法律法规啊 也就是和他相违背的这样一个 相排斥 嗯 好 我们也可以说 啊 违反交通规则 也就是他 啊 闯红灯啊 说明他违反了交通规则 嗯 违反了时间啊 也就是他啊 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来啊 违反 和遵守相对 啊 就是我们在思想上 不去同意啊 接受这样一个观点 看法 啊 违反 啊 第十一个 规矩 啊 规矩 我们来想一下啊 这样一个场景 当爸爸啊 要求我们吃饭的时候 不能用这个筷子 去敲打碗的这个边 啊 不能去敲打这个碗 那么这可以说 这是我家的一个什么 啊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什么 啊 比如说家里有不同的规则 你吃饭的时候 不能 叭打嘴 然后不能敲这个碗 说明这是我家的规矩 嗯 我们都可以用规矩来说啊 来形容 我们可以定规矩啊 前面的动词 可以是定规矩 啊 立一个规矩 啊 这都是说设立啊 设定啊 设定 规定一个规矩的意思 我们也可以说守规矩啊 刚才说的遵守啊 守规矩 懂规矩 指的是我们知道规矩是什么啊 要懂它 破坏规矩 啊 破坏 嗯 记住或者忘记规矩 啊 也是一组反义词 嗯 然后我们可以说家里的规矩 嗯 我们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家里的规矩 然后干活的规矩 啊 干活的时候应该先从哪儿啊 先做什么 再做什么啊 我们干活的规矩 然后老规矩 老一辈啊 老人们定下来的规矩 我们也可以说特殊的规矩 啊 有一些特殊的规矩 我们需要去遵守 啊 一条两条规矩啊 我们用条来形容 嗯 我们可以这样来造句哈 比如说他开车时很守规矩 他开车时很守规矩 也就是他开车时不会有这个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发生 嗯 违反 好 我们也可以说 我刚来工作 我刚来上班 对这里的规矩不太清楚 啊 这就是规矩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十二 能干 啊 能干 指的是呢 工作很认真 很努力 很有办事效率啊 很有能力做事情 我们可以说啊 这个人 真能干 啊 他真能干 啊 就是形容这个人很厉害 好 我们看文章中有一个 越来越能干了 啊 就是做一个形容词 说明他的这个女儿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有自己的能力 嗯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讲座 啊 讲座 嗯 讲座呢 指的是一种教学的形式 啊 一般就是我们会听说 开讲座 啊 也就是有这种报告会的形式 或者有广播的形式 嗯 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TET 啊 sorry TED这个演讲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讲座 啊 在这样一个报告中 听里面 啊 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 然后听一些人啊 开这个讲座 嗯 开讲座 我们一般呢 有这个 啊 学科讲座 啊 讲座一些 学科 然后也有一些专题啊 解决不同的问题 研究不同的学科 好 这是讲座 嗯 我们往往用听讲座 听讲座 或者开讲座 嗯 第十四个 出席 啊 出席 一般就指的是 啊 到啊 到 出席某一个会议 也就是我们参加 啊 也就是到会 到会 这个意思 嗯 我们可以说 出席 本次会议的人 有 啊 谁谁谁 谁谁谁 我们每次听到在 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 都会这样去介绍 然后我们也可以说 出席人数啊 有多少人啊 今天出席人数 有三百人啊 可以这样来说 出席 嗯 好 然后第十五个 酒吧 啊 我们知道 酒吧就是 让大家可以喝酒的地方 嗯 我们也知道这个 可以上网的地方 叫网吧 还有一些可以喝茶的地方 啊 可都可以用这个罢来 形容 这个就不讲了 比较简单 然后第十六个 担任 担任 担任指的就是 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作 或者承担什么样的职位 啊 我们可以说 担任班长的工作 嗯 担任班长的职务 小明 在班里 担任班长 我们就可以说 他是做什么样的一个职位 啊 职务 嗯 另外我们也可以说 啊 担任什么样的具体的工作 比如说 他来担任运输的工作 啊 他来担任建筑的工作 啊 这就是一些具体的工作 这是指具体的工作 然后这儿我们可以说一些职位 啊 他担任 班长的职位 他担任 老师的职位 啊 可以这样来讲 然后第十七个主席 我们刚才讲了 他指的是一个 国家或者单位 啊 一个政府 里面的最高领导人 啊 我们也可以说 啊 一些主持会议的人 啊 也可以称为主席 那我们可以说国家主席 啊 像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啊 可以说我们的这个组织上的主席 嗯 学生会的主席 刚才我们看见了 嗯 也就是在大学 我们都会有一个学生的 一个团体组织 那么这个学生团体组织呢 我们称作学生会 然后他的最高领导人 啊 最高领导 我们就称为这个 学生会主席 好 第十八个 组织 啊 组织 组织呢 指的就是我们把一些比较分散的啊 这些人或者事情 安排到一个 安排到一个整体啊 比较仔细 紧密的这样一个团体中来啊 我们可以说它是组织 动词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名词 嗯 好 我们可以说组织人力啊 组织人力 啊 组织一个联欢晚会 啊 组织一个晚会 啊 可以把大家组织起来啊 另外组织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名词 学生会呢 就是一个组织啊 我们还有这个 中国有党组织啊 党组织 国家组织 好 这都是不同的集体组织 我们来看一下第十九个 外交 好 外交 嗯 像我们同学们学习汉语 肯定都对外交比较了解 比较关心这个 国家和国家之间的这种 啊 事情 所以说外交我们应该啊 就能够理解一下 嗯 指的是呢 我们实行一些国家上的政策 啊 比如说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访问 啊 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去另外一个国家访问 啊 或者是进行谈话 啊 谈判 啊 达成一定的这个合约 啊 一定的合作 我们都说它是这种 外交啊 另外参加一些 国际性的会议 这都 这都是属于外交活动 啊 外交活动 好 然后第二十个 经商 啊 经商指的就是我们从事这个商业的工作 啊 做生意 啊 商人做生意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经商啊 经商 我们可以说 嗯 他经商很多年了 啊 他经商很多年了 也就是 他做生意 啊 比如说从事一些 呃 企业啊 或者是 这种卖什么东西啊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这个商人 嗯 他经商很多年了 嗯 我们也可以说 啊 弃农经商啊 有些人经常会这样 放弃这个 农民的这个身份 放弃农业 啊 也就是不再 田间种一些东西了 然后去做这个商人 啊 去卖东西 弃农经商啊 21个目标 啊 目标 我们可以说 它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们在射箭的时候 啊 就是会瞄准 啊 准确的看清这个目标 也就是我们要 啊 射箭射击的那个方向 啊 通常我们会说这个 看清目标 啊 看清目标 然后发现目标啊 应该怎么样 可能有些同学 男同学 玩游戏的时候 会用到这个词 哈 然后呢 另外一个目标 指的是我们通过一定的努力 啊 达到了一个这种理想的境地 或者状态 啊 比如说达成了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 嗯 比如说你的人生目标是 啊 HSK六级 那么你终于通过自己的努力 达成了这个学习目标 啊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啊 工作目标 啊 你希望在几年之内啊 得到一定的工作晋升 啊 我们可以这样来讲 工作目标 好 那么我们先讲到这儿 继续往下看 哈 然后系 系 我们知道在一个大学里面啊 我们会首先啊 知道这个学校的名称 啊 第一个知道我们这个学校的名称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 分成不同的这个学院啊 或者系 我们就是在在这个第二部分 啊 学院或者系 然后之后就是我们不同的这个专业啊 然后不同的班啊 专业下面会有不同的班 比如说同学们来啊 到中国学习汉语 那么可能你在比如说北京大学 然后啊 一个外国语学院啊 或者外语系 那么学习的是汉语啊 学习的是汉语专业 那么你的班啊 比如说专业一班 专业二班这样子 这就是你自己的这个系 好 然后第二十三个名牌 好 名牌有两个意思 一指的是我们这个 比如说衣服啊 或者包啊 手机有不同的这个有名的牌子 啊 有名的这个牌子 像这个手机 华为 vivo 这些不同的牌子 名牌 嗯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指这个人名字的 这个牌子 我们在看到有参加会议的时候 都会在这个 一些专家或者名人前面放一个牌子 都有他们的名字 那么我们这个就简称名牌 就有两个意思 这两个意思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个下面录取 录取 录取指的是呢 你通过这个考试 合格之后 由这个机关或者学校来选择啊 选定 你到他们这儿去上学或者工作 我们称作它录取 我们一般说择优录取 选择优秀的人来录取 择优录取 被学校录取 被你理想的这个学校录取了 也就是你通过了他们的考试 他们同意 选定了你来他们学校上学 这叫录取 嗯 我们也可以说今年啊 学校录取了三百名留学生 可以这样来说 录取 然后二十五面林 面林给大家拆开来看一下 首先面呢 我们可以说有这个面对 面前的意思 然后林 我们知道有遇到的意思 所以说合起来就是当前 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问题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我们一般说面临危险 面临危险 面临新的挑战 面临新的问题 面临考试 大家难免会紧张 这样 面临困难 我们也可以说公司 面临困境 危机 面临一些比如说经济上的这个困难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造句 我们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还很多 所以要继续努力 也可以说经济 我们国家的经济 面临相当沉重的压力 面临相当沉重的压力 像这个疫情期间 很多公司企业都不能去工作上班 所以这个经济面临很大的沉重的压力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好 然后下面一致 一致呢 指的就是这个看法 想法比较一样 一致 一起 一起做一些事情 我们可以说 我和爸爸妈妈的看法一致 我和爸爸妈妈的意见一致 老师和同学的看法一致 领导和员工的看法一致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另外我们可以说 做这个 做这个副词 我们一致同意 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一致决定 明天就开始放假 这样一个句子 可以这样来说 然后27 让步 让步呢 指的是我们在这个和别人的争论 或者争吵 辩论 讨论过程中 部分的 或者完全的放弃一些自己的看法 观点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跟爸妈讨论一些事情 那么我们的意见可能不一样 不一致 那么经常是爸爸妈妈做出 让步 也就是他们会最终同意我们的这个意见 让步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隐约 隐约 隐约呢指的是 看起来或者听起来 不是很清楚 不明显 比如说我们在去这个 山里 山里的时候 可能 在很远的地方 传来一些声音 有一些声音 我们就可以说 远方隐约 传来一些声音 就是不是很清楚 但是稍微有一点我们能听见的 我们也可以说 歌声 隐约从远方传来 不知道是谁的 但是有一点点声音 我们可以知道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陌生 我们知道这个陌生人 那么陌生指的就是不熟悉 不认识 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既可以说 他是 陌生人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说 这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看上去很陌生 这个人看上去很陌生 或者是我们可以说 我和你虽然第一次见面 但是我觉得我们并不陌生 好像以前见过一样 就是用了一个这个否定 然后我们再来看三十 某 某它是一个指示代词 指的是我们不清楚的这种人 或者事情 就可以用某来形容 比如说某人 经常说某人 某地 某个地方 某年某月 不知道是几几年 哪个月份 不知道什么时间 就用某来形容 建立 建立呢 指的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也就是从零 到慢慢的越来越多 从无到有 产生 创立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成立 产生 这样一个意思 比如说建立一个政府 我们也可以说建立 和同学之间的友谊 然后建立外交 建立这个良好的外交关系 比如说刚开始 两个国家之间并不熟悉 但是慢慢的我们建立了 良好的外交关系 也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 关系越来越好 你和同学建立良好的友谊 你和同学之间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讲 好 那么我们 在说完这些之后 占用的时间有点多 我们把文章稍微顺一下就好 好 文问 从小是个乖乖女 刚才说了很听话的孩子 学习刻苦 学习很认真 很刻苦 遵守纪律 大家注意这个 这个表达 遵守纪律 经常用在一起搭配 大事小事 尽管妈妈表示 也要征求她的意见 看这儿注意 连接词 尽管但 表示让步 尽管妈妈表示 也征求她的意见 但是呢 上哪所学校 念什么专业 甚至跟什么人交朋友 这三个方面 基本上都是妈妈 说了算 也就是说 说明了一下这个文问 这是一个很乖的女儿 学习好 然后守纪律 所有的事情呢 都是妈妈来决定 可是 有一个转折 那么这段就开始讲 一些 另外一个方面了 那么可是 到了大学阶段 这个时间段 亲爱的女儿 竟然违反了 注意这个词 违反和遵守 一族反义词 大家要记得 违反了乖乖女的各种规矩 越来越有自己的主见 越来越能干 独立了 尽管她的成绩 仍然是第一名 又有一个转折 尽管但 但她不再甘于当好学生 我们看她做了什么 后面是 这有一个冒号 在解释她的这种 不好的做法 她逃课 去听各种讲座 出席欧盟商会的 鸡尾酒会 做志愿者 拍电影 学摄影 泡酒吧 参加了学生会 并担任了学生会主席 那么这一段 都是在说 她做的一些 这种不守规矩的事情 还组织各种社会活动 妈妈以前要她当 外交官的计划 外交官刚才我们说了 这是一个国与国之间 进行交流访问的一个工作 在她眼里 实在没什么意思 她觉得经商 才是自己的目标和追求 所以这一段呢 我们就知道 主要讲的是 到了大学阶段 女儿开始做了一些 违反规矩的事情 不守规矩 也就和第一段 遵守成了一组反义词 她放弃了 本系 刚才说了这个学院系 保送研究生 放弃了各种工作的面试 坚持要去国外留学 结果12所世界名牌大学 就是很有名的这种大学 录取了它 当面临 也就是遇到这样一个情况 是否选择牛津大学时 他们全家开会 爸爸妈妈认为应该去 但文文跟他们意见不一致 又不一样了 她坚持要去美国 我们看这一次 妈妈让步了 她隐隐约约觉得 也就是大概 觉得自己该完全放手了 也是我们文章的主题 没想到正是妈妈的放手 让风筝越飞越高 一个比喻 几年后 文文在美国工作 妈妈去洛杉矶看她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刚才说的不熟悉 不认识不熟悉的地方 妈妈感到他们好像 交换了某种身份 上天跟我们学了 互相换了 某种身份 自己倒像女儿 而文文倒像妈妈 也就是这个交换 他们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也就是产生 创立从无到有的 一样一个新的关系 好 那么文章我们看完了 好 那么继续来接着上节课的讲 单独 单独 指的就是呢 不能和别的 在一起 比如我们说 单独行动 单独行动 也就是一个人行动 我们看文章中 单独出门 也就是一个人出门 我们可以这样来造句 请抽空 到我这里来一下 我要单独 我要单独 跟你谈谈 也就是我们只有两个人 跟你谈 我们也可以说 他已经能够离开师傅 单独工作了 也就是能离开自己的老师 单独工作了 说明他已经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我们继续看第三十三个 沟通 我们知道平常的说话交流都是在沟通 指的是使两个方 两个方面的人或者事情或者东西能够沟通连接起来 这就是在沟通 我们可以沟通不同的文化思想 比如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 那我们可以沟通交流一下 对吧 彼此的这个不同的文化 我们沟通中西文化 比较大的一个区别 中西文化 我们也可以说真正的一个连接 一个事情事物上的沟通 比如说这个大桥 大桥沟通了两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说 比如说中国的长江大桥沟通南北 两个意思 我们再来继续看 横 横 我们知道这个横平竖直 那么就是一个相反的反义词 横 横着的 竖着的 横呢 指的是和这个地面平行的 比如说 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 可能有些同学知道 会有这个横梁 横梁 那么就是说 横着的和地面平行的 这样一个支撑的东西 横梁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35 沙满 沙滩 沙滩 沙滩呢 指的是这些河岸湖海中 或者是岸边 由这种沙子沉积而成的岸 海岸 岸边 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在沙滩上晒太阳 大家喜不喜欢在沙滩上晒太阳 然后36 沉默 沉默 指的是呢 不爱说 不爱笑 比较沉默 或者是指的 不说话 两个意思 不爱说 不爱笑 或者是 不说话 沉默寡言 一个词 就是形容这个人 非常的 沉默 非常的 不爱说话 不爱笑 就在那坐着 什么也不说 我们也可以说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继续说下去 他沉默了一会儿 才站起来 说明他这个时间 这段时间 没有说话 沉默 好 我们看文章中有一个 沉默了很久 也就是他 这样自己呆着 安安静静的 不说话 呆了 很长时间 我们再来看后面 37 吻 吻 指的是我们 用这个嘴唇去亲吻 亲吻 表示我们对这个人 或者事情的这个喜爱 疼爱 爱 我们通常说去亲吻 亲吻爸爸妈妈 亲吻爱人 有时候也会说这个口吻 他说话的这个口吻 也就是他这个嘴 口型 口吻 然后38 忍不住 忍不住 指的是不能忍受的 筋不住 我们学过 筋不住 忍不住 指的就是 不能忍 不能忍着 做了一些事情 我们看这儿 妈妈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也就是 他本来不想流泪 但是没有忍 没有忍住 就是不能忍受的 难免的 不可避免的 流下了这个眼泪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幸亏 我们知道幸亏呢 它是一个副词 副词 通常是表示 由于某些原因 避免了一些 我们不希望 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称为 幸亏 我们看到这句话 幸亏那晚 天色很暗 说明我们觉得 很高兴 很开心 那天晚上 天色是暗的 好 待会儿我们会把 这个幸亏 重点讲一下 我们先记得 它是 这个意思 由于某些原因 避免了不希望 发生的事情 先把这个意思 记一下 然后第四十个 暗 暗 我们知道 在这个白天 中午的时候 太阳出来的时候 天空 是很亮的 天空是很亮的 我们的这个外面 和房间里面 都很亮 明亮 但是呢 到了晚上 到了晚上 是不是 就变成了 就变暗了 我们就用这个 第四十个 暗 来形容 好 我们可以说 天色已暗 也就是天空的颜色 暗下来了 光线 光线 我们进到房间 这个光线 由明 转暗 从很光明 很明亮 变成了很暗 我们知道这个地下室 小区的这个地下室 或者地下车库 它们没有什么光 所以我们就说 光线很暗 可以这样来说 一些山洞里 当我们去这个山里 游玩的时候 这个山洞里 暗的什么也看不见 非常很黑 很暗的这样一个颜色 另外我们可以说 这个 这样一个深颜色 可以说暗红色 暗紫色 指的就是 比红色比紫色 更深一些 更深一点的颜色 那么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 深来形容 它的颜色 深红就是暗红 深紫 暗紫 一组反应 一组地子 颜色稍微暗了点 也就是不是那么亮的 那样一个 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个颜色 我们可以说 太阳快下山了 太阳快落山了 天 渐渐 暗了下来 就是天渐渐地 变暗了 不再那么明亮了 我们最后来看几个名词 文文 文章中出现的这个 名字 欧盟 欧盟 欧洲国家联盟 然后 牛津大学 上级课我们学到的这个 关于留学的意见讨论 大家不一致 第四个 洛杉矶 美国洛杉矶 然后 夏威夷 两个地点 这篇文章的这个 选字 中国青年报 和上次一样 好 作者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文章 我们知道前面啊 讲的是这个文文小时候 是一个乖乖女 然后到了大学阶段 她有了一些变化 也就是从 遵守规矩 到违反规矩 然后接下来呢 妈妈就开始 他们爸爸妈妈和她 开始讨论 关于留学的事情 要不要去这个 牛津大学 最后她没有去 她选择了去这个美国 然后呢 我们再看后面这两段 就开始讲什么 刚才我问了大家两个问题 一会儿大家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妈妈在美国看女儿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以及妈妈在这件事情上 学会了 明白了 什么道理 这两点 同学们 在看完这两段 可以总结一下 方便我们更好的理解文章 讲了什么内容 好 这一段 最初 最开始的时候 妈妈哪儿也不敢去 妈妈哪儿也不敢去 不能单独出门 不能与人沟通 她不能自己一个人出门 也不能和别人交流 说话 因为她们是美国人 但是妈妈是中国人 可能英语不是很好 什么都要靠女儿 什么都需要女儿的帮助 后来 我们看一下这儿 后来 问问工作忙 工作很忙 就给她地图 车钥匙 机票 也就是出门用到的一些工具 鼓励她 自己出去 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 妈妈越走越远 最后 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 我们看一下 整个美国 然后妈妈从门口 一直走一直走 横穿了一遍 也就是这样横着一直走 说明就是妈妈走路走得很远 她说是女儿的放手 我们的这个主题 让她走得更远 做妈妈的 这才算是真正明白了 放手的重要 所以这一句话 我们看到 是我们文章的这个主题 也就是妈妈从中学会了 明白了 放手的重要性 那么这一段呢 就是有一些 关于妈妈到了美国之后的一些细节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后面 2010年3月的一个夜晚 母女俩 也就是他们 妈妈和女儿两个人 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 谈心 上节课我们学 这节课我们学的沙滩 刚才讲的这种 沙 海湖旁边 由沙子沉寂而成的这样的地方 在沙滩上谈心 也就是两个人沟通交流 妈妈第一次 为女以前 对以前发生的事情 对女儿的不放手 而道歉 因为之前我们看到 就是说文文是一个乖乖女 每天在家遵守时间 刻苦学习 遵守纪律 非常听话 然后后面文文沉默了很久 我们刚才讲 不说话了很长时间 最后吻了妈妈一下 也就是亲了妈妈一下 轻轻地说 非常温柔地轻轻地说 妈妈 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 有一些变化之后的 妈妈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 也就是忍不住 哭了 他说幸亏那晚 天色很暗 幸亏 因为一些原因 避免了自己 不想发生的这个情况 就是不想 那晚很亮 看到自己流泪 所以他说 幸亏那晚 天色很暗 好 那么看完这儿呢 我们就整篇文章就了解了 刚才两个问题 可能同学们也就可以回答了 妈妈到了美国之后 发生了哪些事情 以及妈妈从中 学会了一个道理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文章的主题 放手 嗯 我们来看一下几个重点的词 首先一致 一致呢 它是一个形容词 我们表示没有分歧 嗯 比如说文章中 文文跟他们的意见不一致 他坚持要去美国 啊 说的就是 有分歧 啊 翻译字 第二个 长期生活 啊 长期共同生活的夫妻 在共同爱好 心理情绪 情绪上也趋于一致 也就是越来越一样了 然后第二个我们再看 在一致 做副词的时候 表示一同 啊 一起做什么样的事情 双方一致表示 也就是啊 说的话都一样啊 一致表示 将进一步发展 友好合作关系 通常是用在这个外交上 两个国家之间 嗯 专家们一致认为 也就是大家都啊 共同认为 这是一种成功的产品 可以放心使用 而一致 好 第二个 某 好 我们看 首先 它是做指示代词 表示指一定的人 或者事物 一般用在某个 姓氏后面 啊 知道名字 但是不说出来 有时啊 有时会有贬义 我们看一下 文章中有这样一句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他们好像交换了某种身份 啊 也就是在指一定的身份 但是 不把它说得很具体啊 用这个某来指代 你看第一个 公司业务员李某 啊 指的就是 用在姓氏后面 表示知道名字 啊 但是不说出来 文之大喜啊 以为碰上了一个大的买主 第二个 在公园的墙上 写某某 到此一游 这类的行为 是极不文明的 我们有时候会经常 在这个著名的景点 会看到 好 然后我们看第二种 它有时候会指 不确定的人 或者事物 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某某到此一游啊 还有这个李某 它是一个一定的人 或者是我们在看不确定的 人们如果长期进行 某一方面的训练 也就是不确定是哪一方面的 就可以使大脑 在某一方面的反应能力提高 两个某都是在讲不确定的一个事物 幸亏呢 它是一个副词 表示由于一些原因啊 避免了我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觉得很高兴 好 幸亏你提醒了我 我们看 幸亏你提醒了我 我今天就去报名 也就是差点忘了去报名 但是幸亏呢 有你提醒 所以说你提醒了我 这就是一些原因啊 这就是一个原因 然后呢 我们希望的事情是报名 我们不希望的事情是 忘了报名 所以说我们由于一些原因 避免了这个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就称之为幸亏 然后再看第二个 医生说 这个病人是心脏问题 心脏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很严重 幸亏送来的及时 所以说送来的及时 就是这个原因啊 我刚才提醒了我这 这是原因 然后避免了呢 他可能出现这个心脏病 或者很严重的疾病 所以说避免了 这个不希望的事情 然后第三个 妈妈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他说幸亏 那晚天色很暗 那么我们这儿就是 由于这个天空很暗 就是天空慢慢的 没有明亮了 不亮了 因此避免了 就是看到自己哭 这样一个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好 那么关于原因 和这个幸亏 我们就知道应该怎么用了 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 一个搭配 我们首先看一下一组反义词 上节课我们学过的 遵守和违反 我们知道小时候的文文 很遵守纪律 而且很听话 是个乖乖女 那么在大学之后呢 他做了一些违反规矩的事情 比如说出去 出去听讲座 去这个酒会之类的 我们可以说 遵守法律 遵守规定 都是跟这个法律 法规有关系的 遵守纪律 我们知道 这个军人 军人都需要遵守纪律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也要遵守上课的纪律 每个人都要遵守自己的纪律 遵守原则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 做人的原则 遵守规矩 在家里吃饭的时候 我们要遵守规矩 比如说不能把这个筷子 随便的放在桌子上 吃饭的时候 手要放好 不要放在这个桌子下面 然后遵守秩序 我们要排队 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在机场取票的时候 都需要排队 要遵守秩序 然后违反 违反法律法规 违反纪律 刚才说了 违反程序 违反这个做事情的 这样一个流程 违反规律 违反科学 违反科学 然后我们看了一个 定语中心语的结构 陌生的 上迪课我们学的 不熟悉的 不认识的 我们可以说 陌生的城市 当你来到一个新的 陌生的城市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很孤独 很无助 陌生的名字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陌生 也就是我觉得不熟悉的 一个名字 后面陌生的声音 这个人的声音 比较陌生 没听过 陌生的感觉 我和我的好朋友之间 产生了一些矛盾 那么我们两个之间 有一些陌生的感觉 不再像以前那么熟悉了 陌生的环境 当你来到中国的时候 可能会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 需要去适应 陌生的时代 陌生的时代 年代 这样 基本的 我们上次就讲了 是一个主要的 根本的 这样一个意思 我们可以说 基本的条件 我们去这个农村 做志愿者 他们这个基本的条件 很不好 可能是水 可能是没有水 洗澡 或者是洗头 很不方便 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 然后 基本的理论知识 在做一个老师之前呢 我们要学一些 基本的理论知识 也就是课本上的知识 基本的认识 在学汉语之前 你对汉语 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 也就是 它可能有拼音 有汉字 然后有语法 我们还要学单词 这样 基本的结构 最开始学汉语的时候 了解句子有基本的结构 什么主 为 兵 后来我们才慢慢开始学 这个定语 状语 为语 这样一些 其他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 基本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 基本的权利 去说出自己的声音 基本的制度 好 这是关于这两个 然后看一下 状语中心语的结构 及时沟通 我们遇到了问题 遇到了矛盾 要及时沟通 不能留着它 积极的沟通 积极沟通 直接沟通 这都可以用来 做沟通的这个 状语 慢慢的沟通 顺利的沟通 都讲 都讲的是 关于这个 两个人说话之间的 这种方式 吻 刚才我们讲的 关于亲吻 轻轻的吻 深情的吻 具有深刻情感的 亲切的吻 大胆的吻 这几个形容词 这几个副词 对应的吻 大家课下 可以把它总结一下 然后中心语和补语 沉默起来 沉默起来 它突然变得沉默起来 可能听到一个 很震惊的消息 觉得有点 不能接受 所以它突然沉默起来 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我们要进行反抗 我们不能再沉默下去了 要对这个坏人 做出一定的惩罚 这个意思 然后计算 计算出 我们可以计算出 什么样的结果 计算出来 什么样的方法 在数学中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我终于计算出来了 这道题的答案 我终于计算出了 这个化学方程式 应该是什么 然后后面 主位结构的 工作 工作 认真 努力 刻苦 学习 认真 努力 刻苦 我们都可以这样来说 小王 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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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刻苦 所以他 很快就 被他理想的大学 录取了 比如说小李 工作很认真 工作很努力 所以说不到实习期 他就被老板 录取了 都可以这样来说 就被公司留下了 那么实习期成功了 这个意思 目标 之前说了 目标有这个 真正的这个目标 比如说 用枪啊 用剑 这种射击的这个目标 看清你的这个目标 然后发现这个目标 发现敌人出现了 另外还有一个意思是 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达到一定的境界 或者是理想 这样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说目标要清楚 目标清楚 目标远大 也就是说你定的 你的这个人生目标 要远大一些 不要很近 比如说明天我要吃什么东西 那么那么你明天就可以实现了 对吧 我们这个定一些稍微远大一点的目标 比如说要考哪一所学校 然后要什么时候毕业 是研究生毕业 还是本科毕业 你这个目标要远大 然后你毕业后在哪工作 这都是你的人生目标 另外目标一致 比如说你和你的这个女朋友 你和你的朋友 你们的目标一致 都要考这个北京大学 都要考北京师范大学 所以说这就是你们的这个目标 然后后面目标坚定 也就是你要坚持 一直坚持下去 为你的这个目标所努力 认真努力 刻苦地去学习 坚定它 不要今天换一个 明天换一个 这个意思 目标实现 也就是最后 你就会实现你的这个目标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以足词意变息 单独和独自 我们知道单独有这个 上节课我们学的这个单独 一个人 sorry 这节课我们学的 那么这两个词呢 都是可以做副词 都有自己一个人的意思 比如说 你太年轻了 恐怕不能单独 或者独自完成这个任务 也就是说 你不能一个人完成这个任务 因为你的这个年龄太小了 太年轻了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不同点 首先单独呢 词意侧重的是不跟别的 合在一起 我们讲的 但是读字呢 是侧重一个人独立 做某事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句子 例子 你下午有时间吗 我想和你单独谈谈 在这儿我们强调的是 没有别人 只有你和我 我们两个人谈 然后看一下 读字 侧重一个人独立 做某些事情 孩子 饿得等不及爸爸了 就读字 先吃了起来 也就是说 强调的是 他自己 先吃了起来 没有强调说 不等别人 然后第二个不同 它是可以用于某些事物 然后读字是不能用于事物 比如说 做这个菜时 鸡蛋要先单独 炒好备用 我们平常在做这个西红柿鸡蛋的时候 有人喜欢 单独先炒一下这个鸡蛋 然后留着一会儿再 重新炒一遍 但是这个读字 因为有一个字 自己 所以说 它是与人有关系 我们就不能用于这个事物 不能用于事 但是读字 单独是可以用于事情的 第三个 我们这个单独 还可以用作形容词 在句中做定语 比如说 本科生上课有单独的教室 我们同学 都有一个单独的教室 不会和别的学生 坐在一起上课 这就是一个单独的 但是读字不能做形容词 好 我们来看一个练习题 首先第一个例子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所大学 为女生提供了什么的考试 引起了激烈讨论 我们看它这个 后面的编语是不是考试 指的是事物 不是人 所以说我们只能用单独来形容 单独的考试 而且是一个形容词 单独的考试 好 那么剩下的几个题 同学们来自己做一下 注意单独几个点 不跟别的在一起 然后 可以用于事物 可以做形容词 但是读字呢 是强调一个人独立做某事 然后两个不可以 都不可以 两个差 好 同学们看一下 二三四 应该选择哪一个呢 第二个 他什么艺人 在体育馆里进行训练 第三个 教练为他什么 安排了训练 第四个 我喜欢早起 什么去公园散步 顺便考虑一下 一天的工作 好 我们看这个第二个 对 我们选择的是 独自 独自 强调的是 他独自一个人 做某些事情 他独自一人 在体育馆里进行训练 然后第三个 教练为他什么 安排了训练 这个我们选择的是 单独 这两个句子 看起来很像 但是其实是 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看 是为他单独 安排了训练 训练强调的是 只为他一个人 而不是和别人 一起训练 所以强调的是 不跟别的在一起 想一下老师 在跟你上 这个一对一的课程的时候 那就是单独 给你上课 强调的就是 不和别的同学 在一起 这个意思 然后最后一个 我喜欢早起 独自 一个人 去公园散步 强调的是 一个人 做某些事情 好 同学们要记得 单独 不和别的在一起 然后可以用于事情 可以做形容词 然后独自呢 是 一个人独自 做某些事情 然后 不可以 不可以用于事物 不可以做形容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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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